選戰倒數 關鍵時刻 國民黨在基隆舉辦大造勢 萬人急報現場場置相當熱鬧 侯友宜上台就火力全開 炮轟賴清德以及民進黨 貪腐無能又只會抹紅 而藍營大咖 包括韓國瑜 馬英九 還有蔣萬安等人 也輪番站台駐蔣 展現大團結氣氛 國民黨總統候選侯友宜 選前造勢光是大進場就花了 十多分鐘 上萬支持者邀請吶喊動蒜 擠爆現場 侯友宜一上台 就把炮轟對準對手賴清德 不是炮轟賴清德不認同中華民國 侯友宜也質疑 民進黨執政後 就偷渡實質費死 對受害者和家屬基齊不公平 民進黨從2020年後 沒有執行過一個實質 你就是在實質的費死 侯友宜一項主張 我們對被害者的潛力 要加強保護 對加害者就對不可以 過分保護 該做的事情心急要做 還給被害者一個公平正義 藍營大咖齊去站台前總統馬英九 和台北市長蔣萬恩 以及黨主席朱立倫等著輪番開獎 但最吸睛的 還是沒有以如珠炮火猛烈的部分 區立委候選人韓國瑜 貪污腐敗的民進黨 把政治的選票 當作貪污的鈔票 撈夠了 也吃飽了 他拿不出政績 怎麼辦 老狗爬牆 後繼無力 繼續打 連侯友宜都要賣台了 侯友宜是全台灣最本土的政治人物 連他都要賣台了 就跟韓國瑜斬竹 滿頭秀法一樣 這是完全不可能 宣戰最後關鍵時刻 來應展現大團結氣勢 一搏政黨輪替的機會 記者黃文君 許光好 是